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老師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聽我們多一單字的第20集的節目 今天的錄音時間是6月17號 看起來學校一片寧靜 因為絕大部分的同學應該都已經考完了 希望下個禮拜時間大家不要為了成績的事情傷了和氣 專注在學習上要好好的繼續往前 暑假期間就好好的利用 我們今天也一樣跟前幾個禮拜一樣 都來介紹5個好用的多一單字 那我們就先把這5個單字先逆次給各位聽囉 第一個單字 Vacant Vacant 第二個字 Expose Expose 第三個單字 Heed Heed 第四個字 Delete Delete Equiv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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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利據取材至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那第一個單字叫做vacan vacan這個字通常是 當成形容詞來用 表示有空缺的 或是沒有被占用的 那我順便解釋一下 它的名詞型叫做vacancy V-A-C-A-N-C-Y 在我們課本上 一般的商用英文裡面的話 vacancy通常指的是 就是一個空缺 一個直缺 就是說有某個有作用性的角色 但是沒有人去 扮演那個角色 所以是一個空缺 一個直缺 好 那我們就先從Yahoo的例句開始 那這個單字是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五個單字裡面 唯一例句量比較多的 所以今天節目應該樂觀的時候 也會比較短一點 那我們看第一個句子 它說 by the end of the game the stadium was almost vacant by的話 我們學過就是在什麼什麼之前 by the end of the game 那比賽還沒到結束的時候呢 或者是說到結束那個時間點左右 一般講by的話指的是 在什麼什麼之前 但是有包含那個結束的時間點 好比說by Friday 是有喊禮拜五的 那如果說before Friday的話 通常就是 我們認定是不喊禮拜五當天 所以by the end of the game 至少就是沒有比那個比賽結尾還要更晚 在比賽結束之前 就怎麼樣的呢 the stadium stadium就是體育館 好比說像台南市立棒球場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stadium 那the stadium was almost vacant 比賽結束的時候呢 體育場幾乎都空了 換一隻可能這是一個一面倒的比賽 或是一個很不好看的比賽 地主隊可能輸得很慘的時候 觀眾就直接這樣 就走光光了 by the end of the game stadium was almost vacant 那麼看一下 第二個句子 這裡面說 a vacant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那vacant就是指的是 沒有被人家佔用的 或是沒有人居住的 a vacant apartment 就是說 就是空的公寓 沒有人居住的公寓 空房子 好比說 沒有人住在裡面 或沒有人租用的 in New York City 就是在紐約 你要找空的公寓呢 is very difficult to find 真是很難找到 換言之等於說 他要找地方來租的話 是非常難 然後那個地方一房難求啊 所以導致他的房租也很高 那我們看第三個例句說 that position remains vacant 有某個職缺 position就是指的是職缺 那相當於我剛剛講的 vacancy這個字 但是因為 position的話指的是說 職位本身 不管有沒有人擔任 他就是那個職位 叫做position 那如果講vacancy的話 指的是一個沒有被人家 擔任的職位 所以vacancy 你可以相當於vacant position 懂得是嗎 沒有被人家佔用的職缺 然後呢 那個職缺怎麼了呢 remend就是維持在這種狀態 後面可以加個形容詞 vacant 所以那個職位 還是到現在還是空著 也許就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對象 也許他的錄取率標準很高 那也許那是一個不好工作的缺啊 一般講說的爛缺嘛對不對 所以結果那個缺就這樣 一直就保留空著 沒有人去做 那我們看下一個句子說 that will leave plenty of hours vacant 如果發生這件事情 that就是指的是前面所講的事情 大家看上下文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 leave plenty of hours vacant leap後面的售指是plenty of hours 就是許許多多的小時 許許多的時間 那leap something 後面加一個形容詞 就是讓它變成 遺留它是那個這樣的狀態 那整個句子是說怎樣呢 如果如此一來 到時候就會有非常多的時間 怎麼樣呢 是vacant沒有被佔用了 也就是空前時光 所以整句就是說 那這樣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有很多空前時間囉 好我們來看一下 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面說 She has a vacant look 這很生動 他的臉看起來 非常的空洞 就表示說臉上是沒有表情的 就是面無表情 叫做she has a vacant look 這個句子很好用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longman的例句 那第一個例句需要解釋一下 這裡面說 There was only a vacant lot where her house used to be used to的話 以前我們解釋過 就是所謂的過去式 所以 where her house used to be 就是他家以前所在的位置 那個地點 那塊土地 OK 好 那 There was only a vacant lot 就是只剩下一片空白的土地 一片空地 像平時我們講說 parking lot 就是一片空地 用來停車用 叫parking lot 嘛 所以這裡面呢 說vacant lot 就是一片空地啊 所以所謂的vacant lot 就是empty unused area of land in the city 就是在都市裡面一片沒有被使用的土地 空地 閒置的土地 所以呢 從後面的where開始 就形容前面的怎麼樣呢 a vacant lot 就是一個關係子句啦 所以整個句子這裡面講說 There was only a vacant lot where her house used to be 在他的房子以前所做過的地方 現在只剩下一片空地 所以空無一物啊 就看起來有點感傷的意思啦 那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 這裡面說 He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headmaster when he fell vacant fail這個字的話就是for的過去式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for vacant的話就是 搞到如果說都沒有要去做的話 怎麼辦呢 headmaster當然就是主管啦 好像有些在高 在有些日本人 他在講的話headmaster的話就是 就是一個學校校長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頭頭啊 He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headmaster 他被怎樣呢 賦予這個主管的職位 when he fell vacant 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人要當這個主管的位置 沒有人要當頭頭 好吧 那就給你當囉 He was offered 就是給他啦 offer就是攻擊一個人 提供一個人某樣東西嘛 對不對 整個句子我再解釋一次 He was offered the position of headmaster when he fell vacant 就是當那個職位搞到都沒有人要做的時候的話 就找他來做啦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 這裡面說 on revision mornings 這上下文很難去解釋 因為revision有可能是一個東西的編修 甚至是考試前的溫習的日子 所以假設說在這裡是講是說 on revision mornings 在他們考試應該是複習的那段時間啊 那幾個早晨 早晨啊 或者是說他去編修某件事情那個日子 這個其實並沒有一個特定的含義叫做revision mornings 至少我沒有看過 如果有同學聽過的話 那歡迎在下面影片下面補充給我看啦 就糾正我一下 總而言之 就是在那時候該 文習功課的時候 However 需event read 為什麼我知道念read呢 第一個 需是第三 第三層代數嘛 如果是現在是的話 那應該寫reads 更何況前面叫做on revision mornings 這應該是 過去某個時間點 就在那個時候呢 需event read 搞到還在看什麼東西呢 the saturation vacant pages saturations vacant pages的話 就是指著報紙上求紙欄 然後 所以等於是說 在那個時間 他甚至已經無聊到在那邊看報紙求紙欄 在那邊打發時間了 OK 好 指的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例句 這裡說 the number of vacant properties for all housing vacants has fallen during the same period 最後的那個時間副詞 during the same period 指的是同一個時期 或同一個時間點 好比說 今年的二月對照去年的二月 或今年的第一季對照去年的第一季 OK 這應該很好理解 好像最近 有些時候我們在比較那個 COVID-19的疫情的時候 也會比較這種東西啦 那前面講說的 number of 就是一個可數名詞 的好幾個 或是他的數量的意思 他說 the number of vacant properties 所以就是沒有被占用的 property的話 通常只是房地產之類的 那好比說 那好比說沒有居住的沒有占住的 被占據的房屋的數量 for all housing applicant 對於所有的housing applicant 就是想要去住房的申請者 不管是想租房子的或買房子的各式各樣 或是想要這樣講吧 想申請住宿的人 好 叫做housing applicant applicant不是申請者嗎 那對於所有那些 要來 怎樣呢 申請住宿的人而言的話 今年是 the number of vacant properties 今年的空房數 或是空屋的數量呢 has fallen 數量已經這樣 降低了 所以等於是說 今年房子就比較難找了 during the same period 那整個句子我重新再講一次 就是說 跟以往的同期比起來 這一次的怎麼樣呢 the number of vacant properties for all housing period 對 呃 對比照同個時期 然後 對於那些 想要找房 或是找地方來住的人 而言的話 今年的空房 或空屋 數 數量比較減少 OK 那就是今年的房子 比較難找的意思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例句啦 she turned down two job offers before accepting the vacant post of deputy administers 那deputy就是副的 正副的副 副校長的副 那deputy administers的話 當然就是他某個東西的副主管啦 所以呢 she turned down 拒絕了 two job offers 兩個 給他直缺的機會 所以呢 他就拒絕了兩份工作 在什麼之前呢 before accepting 那before在這裡是個接系詞 在什麼什麼之前 後面的一個分詞購句 叫做加上前面的 後面的一個怎樣呢 一個動名詞 叫做accepting 接受 vacant post 就是這個直缺啦 就是vacant post 就是 vacancy嘛 對不對 這個控直缺 of the deputy administrator 好 也就是說 整個句子說 在他接受這位副主管的職位之前 怎麼樣呢 他已經拒絕了兩個直缺啦 所以最後終於在等到他比較喜歡的工作 好吧 這個單字真的地區有點多 那剩下的就沒有這麼長啦 我們繼續往下個單字前進 第二個單字叫做expose expose這個字的話可以指的是說 讓某樣東西曝露於什麼之下 或揭發了某件事情 甚至是你相機的曝光這個字的話 也是expose 那我們常用的用法會看到expose 就是A to B 讓A曝露於B之下 那有一個延伸出來的名詞 叫做expose expose expose的話 你好比說 一段影片 PO到YouTube上面 到底有沒有人看它的曝光率的話 就是一個expose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相機的曝光這個字 相機的曝光 所以你為什麼會有 看過有人寫做AEL嗎 就是automatic Exposure Lock 自動曝光的鎖 等於是說 我覺得這個曝光值很好 那我就接下來800張照片 都用這個曝光值 AEL的E這個字就是exposure 當然你也可以只講說 好比說有人講說去美國 你英文會學的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對英文的exposure 會比較多 你比較曝露於這個 英文的學習環境之下 或者是說你在於同班同學 大家都比較喜歡數學 你就比較容易受影響 那你數學可能變厲害 就是這個叫做exposure 對環境的影響 當然也可以指的是說 萬一旁邊有紫外線 然後有多氣體 工業廢棄 什麼東西也是一種exposure 所以這可以指的是好 或指的是壞的 好 那這個單字的話 例句也不會太少了 當然沒有剛剛那麼多 那我們先看一下 Yahoo給的第一個例句 他說 they consider it almost a crime to expose children to violence and sex on TV they 就是某些人 consider it 認為某件事情 哪件事情呢 almost a crime呢 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犯罪的 哪件事情幾乎是犯罪呢 這個it相當於後面的那個 不定詞片語 叫做 to expose children to violence and sex on TV expose的話我剛剛說就是暴露嘛對不對 暴露誰呢 暴露那些children 小孩子 讓他們暴露於什麼之下呢 to violence 就是所謂的犯罪 and sex 就是性 on TV 換言之等於說 讓兒童接觸到電視上面的暴力與色情 OK 所以整個句子是說 他們認為 they consider 怎樣呢 to expose children to violence and sex on TV 讓兒童接觸電視上面的暴力、色情 本身是怎麼樣呢 almost a crime 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犯罪行為啦 證明說 讓兒童接觸電視上面的暴力、色情 這樣的節目的話 可以說是一種犯罪啦 那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例句說 their scheme was exposed scheme的話可以指的是陰謀 或是計謀 結果他們計謀怎麼樣呢 was exposed 就是被揭露了 揭露 這是那個 每次那個PDT八卦版上 只要有人發現某個八卦的時候 開始播放柯南的音樂 這時候就是expose 然後某個事情被揭發出來的 就是人家會用爆料這樣的一個標題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叫做expose 那麼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說 don't expose the theme to light 那theme的話指的就是底片啦 不要讓底片暴露於光線之下 那當然就不要啊 暴露下去的話 那當然整個底片就變成 全部曝光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expose這個字就是 影像成像上面的曝光 叫做exposure exposure 就是名詞 那如果當動詞的話就是 expose A to B 不要讓底片曝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呃 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面說 cleaning expose the grain of wood cleaning就是清潔這件事情 expose呢 把什麼給凸顯出來呢 the grain of wood 在grain在這裡的話指的就是紋路 等於說 把木頭的紋路讓它清晰可見 本來在木頭上面可能很多污垢 你把它洗乾淨以後 哇 那木頭的紋路就跑出來了 看起來就很漂亮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一下 longman給的例句 第一個句子說 he lifted his t-shirt to expose a jack scar across his chest 那jack scar scar指的是 呃 疤痕啦齁 那jack scar的話指的是 歪七扭八的疤痕齁 所以他 he lift his t-shirt 把他的t-shirt給拉起來 鋪露出他的胸膛嘛對不對 目的是為了幹嘛呢 to expose a jack scar across his chest chess就是他的胸口 所以呢 t-shirt拉起來 暴露出他裡面 胸口上面 跨過他胸口這個 y7扭8的傷痕齁齁 所以看起來可見就是 呃 為了某個原因啊 然後把他傷痕給別人看 他比如說開過刀啦 受過傷啦 之類的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例句說 potatoes turn green when exposed to light potato的話指的是 呃 馬鈴薯啦 turn green 會變綠色 when exposed to light 當他見到光線的時候 這樣會變成綠色的齁 是什麼原因喔 呃 這個我就不知道 有他的科學上的道理 也許他會發芽啦 或什麼東西呢 potato turn green when exposed to light 好 應該說 when exposed的話 這這裡是個分詞過去 他現在使用了過去分詞 應該講說 when they are exposed to light 他們被暴露於光線之下 they are exposed to light 所以請記得這個 epose exposed的話是被動式 不是過去式喔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講說 the report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那現代的醫療行為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practice就是一個實作的做法 醫療上的各種醫療行為啦 modern現代 weakness呢 當然就是弱點了 所以這個報導暴露出什麼東西呢 現代醫療行為的弱點 就這樣講齁 the report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好 我們看一下第四個例句說 the barren was exposed as a liar and a cheat barren的話指的 也許有些人是指的是一個男爵的位置 但也可以指的是一個大亨啦 一個大咖啦 那這個大咖被揭露出來怎麼樣呢 as a liar liar指的是撒謊的人齁 他的動詞是lie l-i-e-r 那a cheat的話就是一個騙子齁 所以就是作弊的人齁 在某個項目上偽造而導致得到利益 就是cheat嘛 這樣考試作弊就是啦 所以整個句就是說 這個大咖的話被揭露出來原來是個 撒謊的人而且是個作弊的人齁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的例句說 some children are never exposed to classical music 有些小孩子怎麼樣呢 are never exposed to 就是從來沒有曝露於 也就是說從來沒有接觸到什麼呢 classical music就是古典音樂齁 就是說有些小孩子呢 從來沒有接觸過古典音樂齁 這句子就很好懂啦 好我們就繼續往下看下個單字 第三個單字叫做heat 那這個字可能很多同學在日常生活比較少用齁 常常看到在文學作品上面會寫這個 片語叫做takeheat 前面加個take 等一下例句裡面就會講到齁 這個字就是留心啦 注意啦 小心一點的意思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yahoo給的例句啊 這裡面yahoo給的四個例句都蠻簡短的齁 第一個這裡面說 she didn't heed my advice 看起來這he的話應該是怎麼樣呢 是一個名詞齁 在這裡是名詞 she didn't 她沒有去怎樣流行我的my advice advice的話可以指的是建議嘛對不對 那所以呢 她沒有把我的建議給放在心上 那就是不聽從的意思齁 就是說我講的話她也沒在聽的 當耳邊封齁 所以當耳邊封的話你可以講說 he is someone didn't heed someone's advice ok齁 不理會某人的勸告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例句說 take heed of these warnings 那take heed heed的話 在這裡看起來是名詞啦 就是要去注意注意哪些事情呢 these warnings 請注意這些警告齁 所以不要不把他當一回事齁 不管是靜止超速啦 有測速照相啦 或是各式各樣的機子桌上機子右轉啦 停看廳啦 各式各樣的警告裝置 請注意一下這些警告齁 不要都不理會啊 那我們看一下下個例句說 he pet no heed to my warnings 跟前面的句子就很像齁 pay這個字的過去是pet pet no heed 其實前面講take heed就是 注意嘛對不對 要留心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pet no heed呢 那沒在甩的齁 對什麼東西沒在甩的呢 to my warnings 那我對他也不只是勸告一次 勸告很多次的 所以齁 warnings加個s 所以呢 he pet no heed to my warnings 他對於我的警告呢 不理不睬的齁 沒有當一回事 根本不甩啦 好我們看一下yahoo給的最後一個例句 應該說他只是個片語啦齁 這裡面說 to take heed of the doctor's advice 那advice的話剛剛說就是 建議嘛對不對齁 專業建議啊 有智慧建議啦 take heed of 就是去留心這件事情 of the doctor's advice齁 那之所以要講到這個片語的話 意思就是說 要去聽從醫師的主婦齁 to take heed of the doctor's advice 就是去聽從醫師的主婦 他叫你要少吃油 你就少吃一點油 叫你不要吃那麼鹹 你就不要吃那麼鹹 叫你少吃糖分 你就少吃糖分 乖乖做就對了齁 叫to take heed of the doctor's advice 好我們來看一下longman給的兩個例句 第一個例句稍微長一點 這裡面說 if she had only heeded my warnings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在這裡是假設法過去完成事 與過去事實相反 所以換言之真正發生的事情 就跟後面的主要子句 是剛好是倒過來的囉 前面的條件句寫說 if she had only heeded 就是她當時如果有怎麼樣呢 heeded my warning 她當時如果有理會我的警告的話 如果是這樣條件 我剛剛講的嘛對不對 假設法過去是表示 與過去事實相反 所以當時這位小姐 有沒有注意到她的警告 答案是沒有的 OK齁 叫做if she had only heeded my warnings none of this none of this的話就是說 這件事情其中沒有任何一樣東西 換言之可能發生不只一件事情 然後呢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這裡面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就可能會發生 換言之她當時就沒有注意到 或是沒有把我講的警告東西 當一回事 那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這一連串之間很討厭的事情啦 所以整個句子怎樣呢 if she had only heeded my warnings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如果她當時有注意到我警告 那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啦 好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個例句 在那邊說 there are other voices she can heed Voices的話當然就是聲音齁 那當然也可以只是魔性的意見啊 還是有其他的聲音還是有其他意見 she can heed 還是這heed的話當動詞去留心齁 可以當一回事 所以意思是說 她也許只傾聽 或是只相信特定對象給她的建議 但是有些時候她也許得聽一些不同的 要有些不一樣思考方式 就是免得到時候可能就哭在裡面啦 好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往下個單字前進囉 第四個例句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delete 像我們的鍵盤 每個人鍵盤上面都會有delete這個字 如果是簡化一點的鍵盤 至少有看到del嘛 我想說很多同學都已經熟悉了 delete就是刪除掉某樣東西 它通常是個集物動詞啦 然後呢 因為刪除掉的關係 所以結果這個單字還真是簡短 幾乎沒有什麼例句 就只有longman減短兩個例句 那總之我們先看第一個比較短的啊 這裡面說 I deleted the file by mistake 那delete就是刪除啦 the file呢 檔案啊 是因為什麼關係呢 by mistake 就是因為個人的疏失的關係 我的失誤關係 就不小心把這些檔案給刪了齁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例句說 the computer automatically deletes any files you have not saved 好 那一部電腦會做什麼事情呢 automatically就是自動的delete呢 會去刪除 看起來加個s是現在是齁 那就是固定的動作 然後呢 any files 任何檔案 you have not saved 就是你沒有儲存的檔案 所以整個句句就是說 這個檔案 呃 這部電腦的話會自動刪除掉 你沒有儲存的檔案齁 他就會幫你刪掉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單字 叫做equivocal 那equi就是共同或相同的意思 vocal的話 可以只是發出聲音 那對你而言的話 這邊聽起來跟那邊聽起來幾乎是一樣的 你就分不清楚處於一種迷糊的狀態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終於翻證說了意義不明啦 含意不清楚的 絕對模模糊糊的東西 好像就是這樣子 曖昧的啦 不確定的啦 模擬兩可的啦 都可以這樣講齁 我再強調一次 不是為了趕快下班啊 他就真的是 沒有給多少個例句 所以這裡面 直接跳到longman的部分 給了四個很短的例句啊 第一個例句說 she was rather equivocal about her work 那在這裡的equivocal 不只是不清楚齁 其實在longman給的定義裡面 是某個人 他刻意搞不清楚 she was rather equivocal about her work 他對他的工作的話 故意在那邊裝迷糊 總不知道齁 有些事情就是 做事情不是那麼積極啦 問他什麼東西就說 欸 我不知道啦 不要聽過啦 不要問我 類似像這種態度 she was rather equivocal about her work 就是本來有些東西 你該搞清楚的 本來有些東西 你該參與的 結果你就故意打迷糊仗 故意中的迷迷糊糊 這樣子 OK 裝傻 這時候叫做 rather equivocal about her work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個例句說 the results of the police inquiry were equivocal 那inquiry的話是詢問嘛 對不對 有些事情你跑去跟警察詢問 想知道個水落石出齁 好比說去跟他 調閱魔犬錄音帶 之類什麼東西的啊 結果呢 他的結果叫做result result of the police inquiry 結果跟警察調閱資料 跟他們要這些東西 結果得到答案是什麼呢 非常的equivocal 他搞了給我一堆很迷迷糊糊 很模糊不清的東西 或者是說有講的也沒有講一樣 類似像這種感覺 叫做result of the police inquiry were equivocal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說 the story heartedly positive is at best equivocal 這個故事 這個劇情本身heartedly 就是幾乎不positive 幾乎不太可能是正向的啦 is at best equivocal 你要他講最好聽 了不起也只是頂多就算模糊而已 所以說這故事 聽起來真是沒什麼不太正向 了不起就是 就是搞不懂他講什麼 我講搞不懂這句話 已經算是誇獎他了 ok 其實是更糟啦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最後例句說 there was nothing equivocal about him 在他身上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是不清楚的 那表示說他身上每個東西都很清楚啦 這個人很單純 很要了解齁 沒有任何的複雜的背景 沒有太多的秘密 ok there was nothing equivocal about him 今天終於把五個單字給學完了 那還是跟以前一樣 我們再把今天的五個單字 重新再唸一遍囉 第一個單字 vacant vacant 第二個字 expose expose 第三個單字 heed heed 第四個字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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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字 equiv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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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了大家 很開心今天完成了第20集的這個里程碑 雖然只是一小步 那接下來李老師也會繼續努力的 好吧 那這個禮拜就聊到這個地方為止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拜拜 Dylan 黃救照 我們下個禮拜 什麼 我們下個禮拜